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期有十个左右的嘉宾大混战 活到最后就是胜利 吃鸡嘛 这么暴力的游戏 大家肯定觉得男生比较有优质 但没想到 陈乔恩竟然力压全球 成为这里面胜率最高 表现最活跃的嘉宾 每一场比赛的胜者可以得到黄金锅盖 在目前播出的十集里 陈乔恩获得黄金锅盖次数最多 陈乔恩是怎么做到的 首先 他情商高 放得开 游戏力组队为主 陈乔恩自来说的性格 让他和谁都能打起来 张汉慢热 陈乔恩就叫他卖萌 和他跳闺蜜舞 杨迪爱搞怪 陈乔恩就和他一起耍宝 伴仇 陈乔恩和杨迪一起办戏意 和承销这些萌妹子在一起 陈乔恩又变身护花十折 耍气之爆炸 无论在什么团队 陈乔恩都可以很快融入并且积极制造气氛 难怪有他在的队伍 给人的感觉总是很燃 很有团魂 陈乔恩被击倒以后 杜江一把抱起他往前冲 这情节怎么和拍戏一样然 其次 战斗力方面 陈乔恩可一点都不比男生差 谁想到表面娇滴滴的陈乔恩 在节目里说的最多的口头禅竟然是 来 正面哥 不怕你 微微缩缩不是他的风格 张汉看陈乔恩是女生想照顾他 让他些会 陈乔恩却鼓励张汉 不要永远困在一个地方 出来打 完全没有在怕的 而且 陈乔恩永归永 心思还是细腻的 处于劣势的时候 他会向很多办法脱离险境 最新第十期 陈乔恩组的队友早早就被淘汰了 只剩下他一个人 为了活下来 他就不断和其他队伍结盟 那个队处于劣势就加入哪个队 大家看他是一个人都没有在意 没想到他就这样狗啊狗啊 狗到了决赛 然后还对枪赢了丁泽人 牛逼 至于陈乔恩在节目里最经典的战役 就是第二期的男女大战 男生和女生分成两个组 每个组女人 但因为体力以及熟练度的差别 女生组大部分人都出局了 在决赛阶段 只剩下陈乔恩VS杜佳 黄明浩 杨迪三人 杨迪中暑了可以忽略战斗力 但即使没有他 陈乔恩还要面对鬼点子 最多的黄明浩和体力最好的杜佳 大多数人都觉得 一个女生怎么可能打赢两个男人 应该要放弃了吧 可陈乔恩却不 他偏偏要挑战 不能认输 就算只有一个人 我也要战斗 能出局一个是一个 继续战斗的陈乔恩 一点都没有慌 他采用逐个击破的战术 面对黄明浩 他利用对方冲动的个性 骗他去茅草房 然后 陈乔恩躲在背后偷袭的手 杜佳枪怕准 体力好 是这个节目里综合素质最高的 但陈乔恩并没有胆怯 他勇敢地创上前队钢 陈乔恩的气势 把杜佳吓到了 钢了一阵枪 结果反而是身材更弱小蛋精神 更集中的陈乔恩赢了 陈乔恩就这样凭着心口一个泳子 一轮挑赢两名男生 不仅帮女生队赢了比赛 还拿下了全场MVP 这哪里是戏里那个可爱的小白兔啊 录完节目以后 他们就说我不是小可爱 而是大魔王 聪明 坚强 不到最后不放戏 陈乔恩强悍的性格在游戏中让人印象深刻 而在现实中 陈乔恩也是这么一个犀利的大魔王 他刚出道做艺人的时候 家人并不同意他进娱乐圈 觉得女孩子会持家就行 为什么要抛头露面 可是 陈乔恩却不想按家人安排而活 他有梦想 他想做演员 于是 他一个人到台北打工 找机会演戏 一开始陈乔恩是从主持做起的 他当时所在的经纪公司 觉得 这比较能赚快钱 就叫他多接通告 但陈乔恩又是一个很决的人 一心想演戏的他 不停拒绝公司安排 导致被学长一年 那一年没有收入 他就每天靠吃面包熬过去 后来 陈乔恩的倔强得到泰安一些制作人 要导演的赏实 他开始慢慢留戏拍 不得不说 陈乔恩真的是非常敢演的一个人 他演的每个角色 都和现实中的他相差很远的 像于正版的《笑傲江湖》 陈乔恩也东方不败 这个角色被改了很多 从原住冷血的杀人魔变成一个痴情但也偏执的女魔头 而现实中的陈乔恩 虽有强悍的一面 可在节目里也可以看到 他是一个非常为别人着想 懂剑腿的人 艳东方不败的时候 陈乔恩说自己刻意把性格中某些部分放大了 执着 他把他变成偏执 自我 他把他变成自负 本来 他以为一定会被骂的 可惜播出后 很多人却对这个非传统教主产生了共情 微博上还有热搜教 有一种阿叫东方不败 那一个就觉得 幸好当初还是坚持演了这个角色 接着 陈乔恩演《我是女王》也是 她在电影里的角色是小三 是一个非常不讨好的角色 而且角色失恋后追着老公跑 哭得离花带雨的情感处理方式 实在和聪明理智 在节目里应该不流泪的陈乔恩很不一样 这电影陈乔恩好几幕都哭到接近素颜 但是 陈乔恩又想是一些偏激的角色 就把自己最极致的情绪放到电影里 尽管这部电影和他其他作品比起来 水花是小了一点 可陈乔恩是觉得无所谓 当演员你所能控制的 就只有你在镜头上 必须维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和你这场戏投入了多少 还有 鬼吹灯之精觉古城 陈乔恩演的首里扬 是一个刚强隐忍的女孩 即使是私立逃生 她也会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让自己掉一滴泪 现实中的陈乔恩 显然会比首里扬张扬得多 她在节目中大大咧咧直来直去 还经常和张翰 杨迪霍队 施维阳的内联 全是陈乔恩花心思去塑造的 认真听孔生导演讲戏的陈乔恩 也许 这种戏里戏外的反差 就是演员这个职业的魅力 陈乔恩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 当你穿上戏服的那一刻 你就仿佛要把灵魂穿上去了 尽管戏里的角色和生活中相差那么远 甚至还会有夸张的部分 但演员就是要竭尽全力 把角色演得真实可信 哪怕有那么多的缺点 也要让观众喜欢这个人 爱上他不完美的部分 这才是一个合格演员的塑造力啊 最后 自信书一下 我们现实中其实像陈乔恩这样 有奈她的女演员是很多的 她们漂亮可爱的同时 也有坚强独立的一面 不是单单一个开挂的大女主角色 可以表达她们性格中的所有魅力点 所以 真心希望 以后我们戏里的角色 尤其是女性角色 也可以像现实中的这些明星一样丰富 丰满 女性之类啊 就是复杂多变 甚至 有不输男性的坚强和勇气 才能展现她真正的吸引力 E-N-Z-E-D-I-T-O-R 反问作者花痴女王各位 亲爱的花花 最近公众号又改版了 如果想第一时间看到女王的推送 记得按下面方法 把我们公众号设为星标置顶 感谢观看